快樂的婚姻生活 真正婚姻的體結 是利益的交織 和為了雙方而一同面對的犧牲 雙方都為了共同的利益設想 而不為個人的利害計較互相努力 以達至有安全感和清意的婚姻 夫婦之間、父母兒女之間 和親友之間 多數的麻煩和苦惱的發生 是在於誤解和無耐性所致 丈夫不應該把妻子當作工人般看待 雖然她賺錢養家 但是當她有空的時候 她都有幫助妻子做家庭工作的義務 在另一方面 當家中有任何缺乏的時候 做妻子的不應該對丈夫埋怨叫囂 她也不應該懷疑她的丈夫 如果她真正是有些弱點 她應該好好和她狠談來糾正她 做妻子的需要容忍很多事情 而不去滋擾丈夫 結婚是一項幸福的事 但是很多人 將她們的婚姻生活轉變為災殃 這樣是由於缺乏諒解 容忍和內心所致 貧窮並不是苦惱婚姻生活的主因 夫妻一定要學會同金共苦 互相諒解 這個是快樂家庭生活的秘訣 感謝大家